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好莲少皇 微微一笑 这才一手拿着零鼠 一手拿着妖蛇 揣入自己的怀中 微微攻下身子 以免他们受到伤害 一层层淡青色的光芒从好莲少皇的身上浮现出来 在周身数米之外出现了一件青色战甲 将他整个人防御在内 沉船久瞳孔微缩 脸上露出猙獰之色 讥讽道 担心战甲果然在你身上 为了救两个渣渣 竟然舍弃担心战甲 我看你感悟天地 彻底感悟傻了吧 给我去死 三道攻击 横贯长空 事无可挡 好莲少皇的身体完全被那光芒淹没了 青色的战甲在支撑了刹那就被击穿 将他彻底的轰在了大地之中 成片的草原被掀了起来 呈圆形扩散 能量冲击的极高 暴雨拥兵团三人全都警惕地站立在长空之上 面色凝重 郑云峰沉声说道 死了吗 一点气息也察觉不到了 欧阳琪眼中露出兴奋之色 激动地说道 可能真的死了 毕竟我们三人联手一击轰在他的身上 就算是真的武帝也吃不消 郑云峰皱了皱眉头 狐疑道 但是那一件单心战甲 似乎承受住了极大一部分力量 那可是当年古飞扬炼制给他的八阶战甲 足以抵挡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人的全力一击 欧阳琪不屑地哼道 就算是挡住了一个人 但还有两个人呢 现在半点也察觉不到他的气息 分明就是死了 沉船九一言不发 而是死死地盯着下方 大量的泥土和碎石震得满天都是 开始纷纷落下 一个偌大的天坑出现在下方 宽广数百米 深不见底 但是以三人的修为都是目视千里 很快 一个个脸色极为难看起来 那黑坑之中 根本就没有好连少皇的尸体 而在坑洞的一面墙壁上 一条通道浮现出来 显然是瞬间被打通出来的 好连少皇竟然从这里逃了 郑云峰仔细地看着通道的四壁 指着其中一团鲜红色的泥土说道 快看 他肯定受重伤了 沉船九瞳孔一缩 沉身喝道 这次一定要击杀他 否则就危险了 他说完 就直接钻入那通道内 追了进去 郑云峰也紧随其后 欧阳琪微微皱了一下眉 这个通道又矮又窄 跟狗洞似的 他极为不愿意 但没办法 也得进去 突然间 肩膀上被一只手拍了一下 他瞬间呆着住了 脸色刹那之间 就白得如同纸张一样 痘大的汗珠躺了下来 那是一只男人的手 而且他认得 正是追了十多天 以为从通道逃走了的好怜少皇的手 咕噜 欧阳琪咽了一下口水 但还是压制不住内心的寒意 身体竟然开始颤抖起来 身后传来淡淡的笑声 欧阳团长 别紧张 跟了我这么久 好好休息一下吧 睡着了就永远不会怕了 欧阳琪惊恐的张大嘴巴想要大叫起来 但却发现 怎么也叫不出声音 接着没有半点的疼痛之感 就看到一只拳头从自己的心脏位置伸了出来 他两眼空洞的看着自己的心脏爆开 意识渐渐的失去 竟然 杀了老子 欧阳琪内心突然涌起这种感觉 暗暗的骂了一句 猛的 不知道从哪里冲出一股力量 将喉咙上的锁音冲开 拼尽全力嘶吼了一声 好怜少皇 在这儿 这道拼尽了全力的嘶吼 在腰圆上远远的传荡开来 他似乎松了口气 瞳孔涣散开来 头颅搭啦下去 彻底死了 那拳头收了回去 上面一层黄色的光芒闪烁着 没有沾染半点血迹 好怜少皇淡淡的看着欧阳琪的身体 说道 你也算是条汉子了 他从怀中取出一条妖兽放在地上 紧接着又是一只零鼠 拍了拍他们的额头说道 今天我脑袋的确被坑了 为了救你们两个 竟然连师父留给我的担心战甲都没了 早知道就不去感悟这什么鬼天地规则了 那五帝不要也罢 他的眼中流出浓浓的惋惜和心疼之色 妖蛇和灵鼠似乎听懂了他的话 一流烟就在这深坑当中钻进土里消失不见 好怜少皇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 不断的咳出鲜血 眼中浮现出浓浓的杀鸡 刚才暴雨拥兵团三人的联手一击 的确将他震出了内伤 而且最为恼火的却是担心战甲彻底粉碎 那是古飞扬当年亲自为他炼制的 也是如今唯一的一点念想 沉船久 他咬牙切齿地吐到 眼中满是杀鸡 以他的实力 若是想杀此人的话早就可以了 只不过留着一个大敌在身边 可以不断的督促自己前进 这才抱着玩耍的心态 一直和暴雨拥兵团斗 想不到今日为之损坏了 师尊留给他的唯一的玄气 脸色阴沉的吓人 沉船久和郑云峰的气息 从通道中传了出来 好怜少皇略微忧虑 就化作一道光芒顿走 此刻他身受重伤 强行留下 只有死路一条 想走 这次看你往哪逃 沉船久的身影很快出现 追着好怜少皇而去 他本就是九星五尊 实力超强 几个闪动之下 就要追上了 突然间 从腰园上涌出大量的五行士林鼠 黑压压的一片 不过眨眼功夫 就从草地上钻了出来 全部闪动着翅膀 朝着沉船久围攻过去 这 怎么回事 沉船久一惊 身后的郑云峰也开始受到攻击 两人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虽然这些三阶的存在 对他们来说 就如同抹蜘蛛网一样轻松的抹去 但太多了 也有些骇然 畜生 全部给我去死 沉船久一拳轰出 就立即灰飞湮灭了一大半 但铺天盖地的林鼠 全都不惧生死 再次围拢了上来 两个人惊怒交加的大开杀戒 很快将漫天数万只五行士林鼠 全部杀光 一只不留 但却彻底的失去了 好怜少皇的身影 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沉船久傍怒不已 看着满地黑压压堆积起来的林鼠尸体 怒不可遏地吼道 怎么那小子竟然还能召唤林鼠 他是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逗了这么多年 我竟然不知道 郑云峰也是脸色阴沉的难看 沉深说道 这下惨了 遥远如此之大 他跑掉了 如何才能够追得到 沉船久铁亲着脸 在空中感受了一阵 指着一个方向说道 就是这边了 郑云峰一愣 恶然道 为何能够如此确定 沉船久冷冷地哼道 这片区域 这片区域有些奇怪 跟着那小子过来 一路上的灵气越来越浓 也不知道是通往何处 而那个方向正是灵气建农之地 应该就是那小子要去的方向了 两个人立即化作一道光芒 就往那灵气浓郁之地而去 就在两个人消失之后 空荡荡的天空上 缓缓地从虚空内走出一个人影 身着华贵的云锦上衣 腰间绑着一根苍蓝龙纹丝带 身形奇长 一脸仪表堂堂的样子 最为显眼的是 此人的丝带上 镶嵌着一颗巨大的宝珠 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有钱似的 他一只手拖着下巴 喃喃自语道 好连少皇被人追杀 救还是不救呢 救的话没好处 不救的话若是死了 被花千树知道的话 还不来找我拼命 他一拍脑袋痛苦地说道 哎呀真纠结 救不救 救不救 这男子竟然拿出一朵小花 开始掰着花瓣细数了起来 最后一朵摘下 他口中轻念道 救 男子呆了半赏 突然又道 不行 这次不算 再来一次 他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朵一模一样的花来 摘了一朵花瓣抛开 说道 这次要先摘一朵才开始 救 不救 救 不救 救 不救 果然 果然是不救 他沾沾自洗起来 身影随后消失在空中 只留下淡淡的身影在空中 不断的轻轻响起 老天都不让我救 我可不能逆天而行 逆天是大忌 还是看看其他商会的人现在如何了 特别是天一格的 不知道我的女神 季青鸾仙子有没有来呢 好希望跟他发展一下呀 下次万宝楼必须得跟天一格搞一个联谊会 解决一下我们这些大林男青年的单身问题才是 不过那些老鼠是怎么回事 难道鼠黄出状况了吗 在妖园的某处 那几名妖族之人全都盘坐在战鼓之上飞行 四周同样是黑压压的老鼠想要攻击过来 却不断的被那鼓声震开 雨早就恢复了神志 大腰肢体也恢复到了人类的形态 只是一只手臂空荡荡的 她担忧地看了一眼 正在为伤治疗的梨 抬头看着四周飞蛾扑火般的老鼠 沉声说道 梨 你这战鼓还能维持多久 梨的脸色并不好看 在疗伤之中耗费了极大的元气 她微微摇头说道 没关系 我并不是强行用阴波将它们震开 而是捕捉到了这些老鼠 十分恐惧的阴波频率 并不需要耗费多少元气 我所担心的是 以我们目前的状态 根本无法收取万古长青树了 下一步该如何走 语和义都是一脸的阴沉 漠然不语 而伤更是处在昏迷之中 她被李云霄的大风云掌直接扇飞 若非本身是妖族之躯 换作普通人的话 早就盗销生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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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